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继续讲解教材的第三章 发承包法律制度 这个章节考13分到15分 那么在法规这本课程中 这个章节的分值偏低了一些 但是由于它和实物考试密切联系 所以要求同学们准确地掌握 其中的一些关键知识点 首先是关于招投标 那么招投标的第一个内容 就是招标的范围和规模标准 每年都会考到一下 好 我们下面先研究招投标的第一个大事情 就是什么样的项目需要招标 所以范围加规模两条件同时具备才需要招标 中间是个加号 言下之意 属于范围但规模很小 或者规模超大 不属于范围 都是不需要招标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安局动用国有财政资金 购买一张A式子 那么动用财政资金明显属于招标的范围 但是如果买一张A式子也招标 这就会闹笑话 所以他要同时考虑到规模上的问题 范围有三个 公用事业基础设施 全部或部分使用国资 老外 原界 那么规模分两种情况 当总投资小于三千万的时候 施工 采购 勘查设计 监理 要不要招标 关键看有没有过200万 100万 50万 不到规模 不要招 但是情况二 完全不同 总投资一旦超过三千万 项目里的勘查设计 施工 监理 重要采购 不再看单项合作的大小 全部必须招标处理 这里边的逻辑非常的重要 但是同学们要注意 今年的考试中应该不会设计了规模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三月份 四月份的时候 国家发改委刚刚发文 调整了这几个指标 那么施工原来的200万 调整到了400万 100万调整到了200万 勘查设计监理的50万 调整了100万 都增加了一倍 那么接下来下半年 可能对这个三千万还要进行调整 现在还没最后定下来 要调多少 所以 考试在这个结果眼上 不会哪壶 不开提哪壶 同学们重点掌握一下 这个范围就可以了 然后在表格的下面还有一句话 国有资金占控股主导地位的 招标的时候应当公开招 那么民营项目的话 邀请招标就可以 第一道题 某电力工程招标项目 总投资三千五百万 问你项目里哪些事情必须要招标 A 勘察设计要的 B 施工接力要的 项目咨询要不要 不需要 一般采购还是重要采购 重要采购 这个题做完以后 你自己知道它有多重要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重要的点 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考到过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张表 表格左边有六种情况 本来是要招标的 遇到这六种可以把它批准为不招标 直接发报 而右边两种情况 指的是本来是属于国有资金控股主导的 应该公开招的项目 遇到这两个可以把它批准为邀请招 那么出题的基本方法就是左边和右边混在一起 要求你能够区分哪个在左哪个在右 还要留意一下批准机关 这两根箭头是需要有人批的 那么谁来批呢 国家重点项目要国家发改委批准 而省重点项目是省政府进行批准 级别高的下十人 要留意一下这个细节 那么表格的左边 施工主要技术采用不可替代的专利或专有技术 因为不可替代 只有一家人做 只能批准 不招了 注意不可替代是前提 如果这种技术是一种次要的技术 是一种可替代的技术 那还是要招标的 那么右边 技术复杂有特殊要求 只有少量潜在图标的可够选择 注意它好歹有几家 并不是一家 所以这时候你只能批准 他们邀请招 但是不能批准 他不早 好 左边的第四条 以通过招标选定的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 依法能够自行建设 比方说一个政府投资的地铁项目 政府没有钱 才用PPP的方式来融资建设 中铁一局中了标 那么我们说中铁一局在中标以后 他实际上就是这个PPP项目的股东或者说是业主 由于他本身具备这方面的施工职制 而且实力还很雄厚 所以这时候就不招标 由他自己来干 那么他既是这个项目的业主 又是这个项目的施工队 这个事来要这样去理解 第五条 采购人依法能够自行建设 比方说上海一建 给自己盖个办公楼 平时我在外面做活 我80层的办公楼都干过 那么我给自己盖个30层的办公楼 我怎么干不了 非要让别人干 所以这种情况下不招标 他既是业主又是施工队 但如果一个机电公司没有房间资质的 给自己盖办公楼 这个当然还是要招标的了 第六条 再建工程追加的附属小心工程 或者主体加成工程 如果原来重标人仍具备承包能力 并且别人来干 将影响到施工或者配套的要求 这种情况下 那么就可以不招标 由原来的重标人继续干下来 这几个重点同学们留意一下 一个是不可替代是重点 第二个就是依法能够自行 这个是重点 最后就是否则将影响 这是一个重点 好 看一下15年的二级题 关于招标方式 说法正确的是A 公开招标是招标人以公告的方式 邀请特定的单位来投标 那么A错在特定的 公开招标就是在网上 在媒体上发布公告 多少人会来投 哪些人会来投 这是招标人无法控制的 所以可以最大限度的消除腐败 因此国职主导控股的必须要公开招 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里是不特定 B 邀请招标方式 是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 邀请五家以上特定的单位进行投标 那么这里处在五家以上 邀请招标的话 三家以上就可以了 C 省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 如果不适合公开招 经省政府的批准可以转为邀请招 批准机关没有问题 D 国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招标项目 一律要公开招 那么这里说的太绝对了就容易错 错在一律 在两个特殊的情况下 是可以把它转为邀请招标的 或者说你国资主导控股的 但是它项目很小 没有达到相应的规模标准 也是不招标的 C 第二道题 依法招标的项目 在哪个情况下可以不做施工招标 A 采用招标比较花钱就可以不招标吗 这个答案是错的 B 以通过招标选定 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 比方说PPP项目的投资人自己能够施工的 这时候不再做招标 C 采购人的子公司能够自行建设 这个说法有问题 应该是采购人依法能够自行建设 依法能够自行建设 如果子公司能建的话还是要招标 D 项目受到自然地域限制 只有少量潜在投标能可供选择 那么这个明显是在表格的右边 是邀请招标的情形 而不是不招标的情形 好 这道题了 最终应该选的是B 接下来我们再学习一下两阶段招标的基本概念 这个内容从来没有考过 一直也不是考试的重点 在2016年的1月份 我们国家的云南省科委宣布 要投资建设全世界的首条量子通信线 那么量子通信 量子纠缠 这都是一种黑科技 也就是说本来就没有多少人懂这个东西 那么对于招标人来说 或者招标代理公司来说 他遇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困难 招标人云南省科委自己也不懂这个量子技术 那么编招标文件的时候 你一些技术指标 比方说多大功率的发射器 多大的机房 招标人自己也不懂 所以这时候招标文件编不出来 那么就把它区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先向全球发布招标公告 请懂这个东西的科研团队 大家来派人到云南开个会 喝喝茶吹吹牛 帮助招标人编制招标文件 确定这些指标 那么第二阶段 招标文件编好了 这时候开始参与过第一阶段的人 过来购买招标文件 没有参与过第一阶段的人 就无权参加了 那么大家买了招标文件以后 开始编制投标书 进行报价交保政经 所以这两阶段并不神秘 牢牢的记住 第一阶段只有招标公告 没有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是在第二阶段才有的 因此实质上的招投标行为 全部发生在第二阶段 记住这一句话 也就记住了两阶段招标最核心的所有的内容 好 做题 招投标法实施巧利 规定了两阶段招标程序 说法正确的是A 对技术复杂只有少量浅在投标能可够选择的项目 招标能可以分两阶段 这个A很多人看不出来错在哪里 错在前提条件 所谓的两阶段招标指的是因为技术复杂 无法拟定技术规格 使得招标文件编不出来的项目 编不出招标文件的项目 这时候分两阶段 B 第一阶段 投标能按照招标公告的要求 提交附带报价的技术建议 那么错在附带报价 第一阶段是帮助编招标文件 所以他没有报价的问题 不带报价的 C 第二阶段 投标能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 提交包括最终技术方案的投标文件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第一 投标能在第一阶段交保证金错了 应该是第二阶段 好 这道题选C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有关电子招投标 这几年政府在推进电子招投标的生用的范围 也在制定了这方面的一些游戏规则 那么因为相对于传统的指示招投标 电子招投标的优势在于它的公平性比较强 可以减少传统方式中的很多作弊 首先 地级市政府可以设招投标交易中心 县政府不可以设交易中心 招投标交易中心不得与行政机关有历史关系 也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数据电文和指示信息的招投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生用同样的法律规则 记住这一句话 其实后面的东西看不看了问题都不大 公开招标的相关公告 应该在电子平台和国家指定的媒体上要同步发布 都要发布 投标人应该在截止前完成投标文件的传说递交 并且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是撤回 截止前传了一半没有传完的 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既然是撤回保证金还给你 过了截止时间以后才送到投标文件 电子平台应当去收 好 这段话总结下来就是 它跟传统的招投标是奢用同样法律规则 根据电子招投标办法 关于电子投标说法正确的是A B 投标截止后送达的投标文件 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可以拒收 很多人选了A 但是我们接下来往后再看一看 B 公开招标的公告应当在电子平台和国家指定的媒体上 折一发布还是同步发布完 是同步发布都要放 C 投标人可以在截止前补充修改撤回投标文件 这个说法当然是对的 第一 截止前没有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 视为撤销 没收保证金 那么这个错掉了 应该是视为撤回 保证金要还给大家 所以这道题A也对C也对 当单选题出现两个正确答案的时候 同学们反应要快 B有一项错在可以或者是应当上面 法律上的可以拒收就是可以不拒收 而应当拒收就是不能不拒收 应当是强制性的 而可以是选择性的 所以这道题最终把A给它排除掉 选C 好 这个题会做的话 基本上电子招投标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第一节就给同学们介绍到这里